杀手机封号口碑大翻车 由死士二导演大卫雷奇指导 布拉德皮特领衔主演的动作大片 杀手机封号 国外媒体口碑出炉 烂番茄新鲜度59% MTC均分54 本片刚刚在全球各大城市完成首映 将于8月5日北美上映 老牌电影杂志帝国评价本片 虽然动作细一流 但是观众从一上车就知道终点站在哪里了 这部以画牢和暴力为噱头的杀手电影 改编自一版姓太郎的畅销小说《调虫》 布拉德皮特饰演男主角杀手调虫 为了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他登上了一列东京发出的子弹列车 但是没想到 他将面对多名杀手的厮杀 原著作者认为 这是他最精彩的一部小说 且极具画面感最适合被拍成电影 本片拥有 以布拉德皮特为中心的全明星阵容 但是导演大卫雷奇并没有好好讲故事 而是过度个人风格化的炫技 像极了一部无脑版的急速追杀 导演试图用卡通化的暴力语言来推进故事 但是这部电影在影厅人看来 不仅浮夸 乏味 而且多余 本天世纪独业2和暗夜博士之后 索尼影业出品的又一部烂天 现在不少好莱坞片商都在复制 枉飞大投资赚快钱的成功模式 大导演 大明星 大场面 唯独欠缺一个好编剧 导演试图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特效 来掩盖故事的苍白和表演的肤浅 整个好莱坞已经陷入这种无脑爽天模式 而且无法自拔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记得点赞加关注